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的其中现象我们是需要去分析一下的 毕竟也不希望这种局部的地缘矛盾升级导致的战争 影响了大家的财务组合和资产配置 所以说大家对整个市场的表现有一个宏观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巴以冲突其实在几百年前就有了 只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建国 那么在1947年底1948年英国撤出巴尔斯坦的时候 把这片土地留给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那么两边的这个文化它是有冲突的 所以说当时联合国就在开会 1947年底的时候 投票表决这个土地哪一部分该归谁 哪一部分划给以色列 哪一部分划给阿拉伯人 所以在这个划分联合国大会之前 阿拉伯的这个土地面积是非常广阔的 并且占据的都是非常优质的一些土地资源 像沿海的位置等等 但是在投票表决之后 以色列的虽然人非常少 比方说阿拉伯人口是100个人 以色列可能只有5个人 那么表决之后5个人占的面积 突然从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土地面积 增加到了47% 那阿拉伯人呢 他的生存空间呢 就有原来非常繁华的一些地段 包括更大的土地面积 缩小到了只有53% 那么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 当然是不乐意了 那么谁给他投票支持以色列呢 就是这个西方国家 除了英国以外 英国投了弃权票 因为他之前是带管理的那个地区 所以说他投弃权 那么像苏联 美国 欧洲其他国家都是投了赞成票 中国是投了弃权 阿拉伯国家都是投了反对票 所以说在这个表决之后 第二天阿拉伯国家联合 六个国家一起攻打以色列 结果呢 打了两三年 败了 那么打败了之后 以色列的面积就从那之后开始持续扩张 不管是打仗 打一次赢一次 赢了他就扩大一点面积 那么不停地通过这种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经济封锁 经济压迫等等的这些方式呢 他的占有的这个土地面积呢 越来越大 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呢 越来越小 那么当然现在也说 这个剩下的加沙地带啊 或者说哪里啊 就是这个露天的最大的监狱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阿拉伯国家呢 他肯定是不开心的啊 所以说呢 巴勒斯坦呢 就有很多极端的这些人呢 就站出来要反对要反抗 不然国家都灭了啊 所以说我们不从战争本身去分析对错啊 因为这个都很难说得清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军事场的表现呢 就是说战争一响 这个或者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黄金呢 是大家首选的避险产品 那么价格呢 也是从1810美金左右 一路涨到19450美金 涨了150美金左右 那么这个幅度呢 基本上是像之前朝鲜发射 要做核实验啊 是一样的概念 当时呢 也是涨了100多美金 当时开玩笑说 你发导断之前 先买点黄金啊 一个导弹的钱 通过二级的期货市场 就赚出来了 所以说呢 黄金呢 它作为首选的 大家啊 这个根上的一个避险产品呢 还是价格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美元啊 日元都有相应的避险属性 包括比特币 所以呢 黄金的价格到底能涨多久呢 它还是要看美元的 就是大家刚发生战事升级的时候呢 像医院备炸啊 或者说什么样的冲突升级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黄金的价格呢 是率先上涨的 因为是第一反应 那么涨了几天之后啊 过去的数据表是呢 一般涨7天 那么价格呢 就很难继续上涨了 原因也很简单啊 就是在美元 目前利息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 同样具有币钱属性的美元 收到投资者中长期的青睐 会更明显 因为大家持有黄金 没有利息的 但是呢 持有美元是可以买国债啊 可以把钱放在银行里 拿存款利息的 那么因此呢 美元最终的涨幅呢 可能这个时间周期会比黄金要长 除此之外呢 影响比较大的呢 直接的一点啊 就是像股票市场 因为一打仗 大家就慌 慌了就从股票市场里面取钱 要掏现变现 那这种时候呢 全世界发达国家 或者说主要的经济体里面 跌幅比较大的呢 就是说这个咱们的股市啊 就是香港恒生指数 往往都是跌幅最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美元流出速度是最快的 还有日本的股市啊 因为这些地区呢 它的这个利率水平啊 没有优势 像日本啊 一直这个利率水平都非常低 那一旦打仗了 这个有影响了 股市的美金的这部分资金呢 就开始回流美国了 或者说大家呢 就开始买美元了 从香港啊 从这个日本呢 撤退了 撤退导致了 当地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就开始价格出现回落 这个呢 就是资金外流导致的 那么美国本土的股市呢 反而比较坚挺 因为大家相信 美国的这种霸权地位也好 或者军事力量也好 大家是比较认可的 所以说呢美国的军工板块啊 反而它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呢 香港鸿生啊 和日本日经 那就是啊 传生了一个大幅度下跌的 那么像香港鸿生在过去 只要一打仗 战时升级啊 下跌幅度都是在5%以上 非常夸张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石油了啊 往往中东战争呢 会引发石油价格的长期上涨啊 这个长期可能是三个月 可能是六个月 什么时候打仗结束了 什么时候啊 再加上这个减产停止了 这个策略啊 开始增产啊 那么石油价格呢 才会出现回落 所以说呢 中长期石油啊 大家如果是买期货呀 或者买石油的股票啊 都可以 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不局限于股票 也不局限于期货 它做的是一个全球资产配置 比方说美国的石油公司价格涨了 但是澳洲的石油股票没涨 或者期货的价格涨了 有一部分的公司 上市公司的股价还滞后啊 那我们都可以去找到 相应的投资机会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 巴以冲突带来的一些 投资领域的小逻辑 小技巧 大家去找相应的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涨了 去找它的股票啊 这个国家的股票涨了 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国家的 那么最后呢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大家可以点赞啊 并且呢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